Hello大家好,这里是穷电影 大家好,欢迎来到穷电影,我是穷哥 一个专注与不标准普通话的电影解说 今天我们介绍一部让我看完久久无法忘怀的电影 三个多小时可是依然静静的看完 那就是律理奇迹 电影要从养老院一个叫保罗的老人开始讲起 他经常一个人爬到山上的一个房子里面 最初我们并不知道是为什么 当晚上老人看电视切换到一个节目 却让保罗脑泪纵横 好事想起了什么 伴随着他和艾莉的对话 时间带我们回到了60年前 曾经的保罗是监狱死刑事的一名队长 由他处决的死囚也不知道有多少了 也正好在那段时间 保罗因为尿道炎疼得死去活来 也就是在那年监狱来了一名新的死囚 叫做约翰·科菲 这是一个人高马大的黑人 我原本以为这个大个子会很凶长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他唯唯诺诺诺还很怕黑 可是从案件记录中保罗发现了 他被控告杀害了两名幼女 当时他抱着两个女孩哀嚎痛哭 当大家赶来的时候 他只说了 我试着挽救但来不及了 可是大家一直觉得他是杀人犯 并且在监狱内也有其他的事情发生着 比如监狱的看守 还有因为妻子得了重兵 每天丑容满面 还有一个被保罗赶出去 有肆虐倾向的狱警佩西 当然监狱里面还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那就是这只老鼠 对于这个不速之客 大家都觉得很新鲜 可是佩西却想要杀死他 和犯人对比起来 他则显得更加残暴 当然最初保罗得到消息说佩西会掉走 只要他亲自执行过死刑 所以后来也为其演示了一次 如何处决死球 死球要处于电刑 头部的一块脏水的海绵 也是为了让电流 逛穿脑袋更快的死去 减少放人的痛苦 在这个过程中 也经历了一次电刑的执行 而佩西却对尸体不尊重 遭到了同事的驳斥 此前纵使百般的不对 但是死后还是让其安然的离去 大家都不喜欢佩西 也希望他能尽快的掉走 最初他给出的条件就是让他亲自执行一次死刑 这样他就会掉走 而除了压抑的死刑监狱中 也有让人觉得有趣的事情 比如戴尔逊服的金格先生 就是那只老鼠 还能表演杂技 颇为的可爱 大家也都很喜欢 可是佩西反正是看不顺眼 而保罗的老友就是那名看守孩偶 也知道了自己的妻子脑袋长了个肿瘤 估计也不久于人世 现在每天都被病痛折磨着 但是他也无能为力 毕竟自己现在也被严重的尿道炎所折磨着 但也是因为自己的尿道炎 让他见证了监狱中的奇迹 第二天的时候 这边又来了一名死刑犯 这是一个连簧杀人狂 叫做比尔 一开始还闹出了点事情 但是保罗的尿道炎已经疼痛难冷 甚至倒在了地上 而那名黑大哥却说过来 之后抓住了他的手 伴随着灯泡的发亮 最后治好了保罗的尿道炎 而后黑大哥约翰 从嘴巴里面吐出了黑色的物质 这种物质给我的感觉 更像是保罗原本身上的痛苦 保罗非常的惊讶 也发现自己确实是被治好了 伴随着剧情的不断发展 那名叫比尔的死刑犯 也闹出了不少事情 不过都被大家给解决了 而离戴尔处决的时间也越来越近了 他们答应戴尔照顾金格先生 但是因为之前他嘲笑过 被比尔抓住吓尿的佩西 所以佩西踩死了金格先生 这让戴尔很痛苦 最后约翰用自己的神迹 把这只老鼠给复活了 整个死囚建议内 除了佩西 其他人都看到了 但是如约翰所说 佩西是一个卑鄙的人 在处决戴尔的时候 他故意把没沾水的海绵 放在了他的头上 最后的结果 就是戴尔被电活活的烧死了 而约翰好是能感觉到 这种痛苦一样 最后佩西也被其他的同伴暴打 但保罗回来见到约翰后 看到他在痛哭 他说金格先生走了 他得到了约翰的一部分能力 而戴尔先生去了他该去的地方 并说我很累我怕黑 这两句话是约翰最经常说的 但保罗看到自己的好友 因为妻子的疾病 让他们两个都很痛苦 最后他迷晕了比尔 并把佩西关进了小黑屋内 准备带着约翰出去 救自己朋友的妻子 当途中 比尔突然醒来 抓住了约翰的手 约翰也终于知道 最初那两个小女孩是谁杀的 但他治好了美琳达后 并没有吐出原来的黑色屋子 而是把他传给了佩西 最后借助佩西的手杀了比尔 并且约翰把自己的能力 传给了保罗 也让保罗看到了原来的画面 知道了事情的真相 而佩西也分了 最后真的被送入了精神病院内 只是这次他是以病人的方式 电影中 约翰处决了那个恶魔 但除了监狱里面的朋友 没有人知道他的清白 等待他的依然是 注目中的怒火和病人的电影 出于心中的正义 队长和其他人都想给他自由 但是他厌倦了这个世界 想要离开 因为在这个世界 每天你都会面对那些 纯真的情感被利用被伤害 而约翰最后的愿望 就是看一场电影 这就是为什么 在养老院保罗看到之后 会痛哭的原因 约翰怕黑 所以坐在电影上时 他拒绝戴上黑色的面罩 看着世间的纷扰 闭上那双纯真的眼睛 看到最后电闸拉上的那一刻 我的眼泪也止不住了 脑中一直回荡着约翰的话 我很累 我怕黑 这里的黑不仅仅只是黑暗的意思 是看到太多人心的黑暗 还是统治阶级的黑暗 还是种族歧视的黑暗 要知道那时候是1935年 不像现在黑龙还有当总统的一天 看着一个个犯人 从那条小路走向死亡 在这工作 在这生活的人 会是怎样的心情 那位咖啡色的天使的到来 让情况有所改变 他扬上除恶 但背负的误解和对原罪的无奈 让他最终还是选择了死亡 当电影把我们从回忆拉到现实 此时的保罗已经108岁了 他一次次的看着自己的人死去 包括他的朋友 他的妻子和孩子 此时他是孤独的 最后也感到是上帝的惩罚 惩罚他杀死了一个 帮助他们的天使 陪着他的也许只有那个金格先生 但是金格先生 也许会比他更早的离开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